早在2020年10月22号 一桩发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 澳本市的入室谋杀案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名21岁的中国留学生 怒杀了他的访工夫妇 并且还当着两个孩子的面 如今这个案件已经过去两年之久 最近当地美国媒体对此案的最新进展 做出了一些追踪报道 根据法院和检方透露的消息 这位中国留学生 很有可能将成为全美首例 被判死刑的中国人 虽然此案目前还没有完成终审 并且美国复杂且漫长的司法程序 很有可能他最终的宣判结果 会在明年公布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案发地的大陪审团 已经一致同意 对这名中国留学生 发起六项蓄意谋杀的指控 而且他还面临着 在未满14周岁的儿童面前蓄意谋杀 会进一步加重最后的量刑 所以包括美国媒体 以及相关司法专家的判断 这位名叫王卓斌的年轻中国留学生 很大概率将成为全美首例被判死刑的中国公民 说起死刑 在美国目前的司法程序中并不常见 甚至美国目前有一半以上的州 直接废除了死刑制度 但恰巧本案发生地阿拉巴马州仍然保留了死刑 一般会通过电刑或者注射药品来执行 同时该州也是美国死刑率最高的州 且远超第二名一大节 根据王卓斌一案的审判流程 如果12名陪审团成员中 有10人以上建议判处死刑 则法官就可以在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 判处罪犯死刑 那到底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让这两方中国同胞在异国他乡大动干戈 已是死于非命呢 随着案件的细节被调查人员逐步公开 大家发现原来双方的机院 仅仅就是因为一些房东与租客间的小摩擦 2020年10月22号晚 美国阿拉巴马州奥本市 门罗大道700号街区突然被大批警车包围 一队高知华人夫妇宣米俊和吴争争 在自己家中遭人袭击 倒在血泊当中 据说凶徒一共砍了80多刀 现场可以用惨不忍睹四字形容 与此同时 这夫妇两人5岁和8岁的孩子 在现场目睹了一切 警方赶到后 轻而易举的缉拿了杀人凶手 与其说是缉拿 不如说刑凶者在等着警察的到来 因为报警的人正是凶手本人 是一位在澳门大学的大二中国留学生 也曾是宣理俊夫妇二人的房中租客 在案发时 年仅21岁的王卓斌 警察进到房间后 身中20多刀的男主人宣理俊当场死亡 而身中60多刀的妻子吴蒸蒸 在哥伦布的一家医院中抢救了数月后 于2021年2月13号 因气管破裂死亡 后来经过警方的问询 发现这整起事件的导火索 全都是那些本可以轻易化解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早在2020年初春 王卓斌与宣理俊一家达成了一个租房协定 但没料到当时新冠疫情在美国一发不可收拾 弄得是人心惶惶 于是女房东吴蒸蒸为了保护自己的两个年幼孩子 提出了一系列严苛的隔离政策 这在王卓斌心里就扎下了几根刺 除了因隔离原因带来的种种不变外 经济上双方也有一些不悦 比如之前谈好的接机价格为120美金 但之后因为上坡路多 且比实际距离远 女房东吴蒸蒸觉得亏了 于是坐地要价200美元 还有在租住期间 王卓斌睡觉的床坍塌了 这时女房东又狮子大张口 要求赔偿700美金 但王卓斌当时就认为 这是张旧床 之前不知道睡过多少人了 而且只是床价垮了 又没有损坏床变 所以不同意赔偿 之后他还在亚马逊查询 同样的床价 售价仅为114美元 就因为这些矛盾 房东和房客彻底撕破了脸 吴蒸蒸要求王卓斌赶快搬走 在最后一刻 还因为金钱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警察都来了 原本事情到此 应该就可以告一断了 但搬走后的王卓斌 越想越气 就开始在当地的各种微信群论坛上 发帖控诉无良房东 结果得知此事后的吴蒸蒸 大为恼火 还感到委屈 同样开始在所有朋友圈和微信群里 大发长文回应 结果此事在互联网的加温下 彻底无法调和 最终连远在中国的王卓斌的母亲 都参与到了隔空辩论之中 本想赔礼道歉 结果反被吴蒸蒸将了一军 拿着道歉内容截图 又开始大肆证明自己完全没错 这一次是彻底激怒了王卓斌 他在后来的供述中指出 吴蒸蒸威胁了他的父母 事情至此 让王卓斌彻底失去了理智 同时让吴蒸蒸和他的丈夫 关里俊失去了生命 而两位不到十岁的孩子 永远失去了父母 俗话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 很显然这起案件的当事人 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这场本就是言语不合的小矛盾 升级成了一场战争 而最终 结局也符合了所有战争的共性 只留下了鲜血 没有任何的赢家 我们除了为这两家人 感到深深的惋惜外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吸取教训 真正明白 让一步为高 宽一分成福的道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